今天该找谁了 回郡主 武当派 跟我走 你 宋秦书 出来 秦书 要抓抓我 别抓我儿子 不必急 宋远乔 早晚会轮到你的 带走 是 有事找我 别抓我儿子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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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儿子 放开我儿子 你们内宫禁师 有如烦人 想少受点苦就安分点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 带走 出去 你 不管他们要如何 孩儿子 绝不会向援兵屈服低头的 儿子 走 好 这才是我们当弟子的男儿本性 芷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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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芷若 怎么你们鹅妹派也被抓来了 你们武当 爹 还有奇叔 你师父他 自从被关后 师父就绝食一直到现在 他们要带你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 芷若 你放心 只要有机会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带走 走 芷若 快走 芷若 很有男子气概 我欣赏 宋青叔 你怎么不问问我 找你来做什么 好 我问你 你要我做什么 比武喽 用他 是啊 只要你能胜得了我的三个手下 我就立刻放你出去 要是打败的话 就得加囚一个月哦 我已经没有内力了 别说是木剑 就是三尺青锋 我也难以取胜 没有内力还有招式吗 这对你来说 也许是个机会 情愿一死 不失太拒 把鹅妹派周芷若给我带上来 是 等等 怎么 改变主意了 你只要不找周芷若的麻烦 你只要不找周芷若的麻烦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就知道你对周芷若有意思 拿他来要挟你 最管用了 阿三 是 你输了 你输了 阿二 阿三 停 老二 你输了 陆先生 我 什么意思啊 他这一招叫同归于尽 结果出来是宋亲书商 老二死 宋少侠 敢问这一招叫什么 天地同寿 由我英六叔所创 天地同寿 英离亭 恩 阿大 别给我丢人啊 属下遵命 宋少侠 请指教 你输了 你这种打法 我不肯定赢 输了就得加囚一个月 压压进牢房 走 进去 秦叔 爹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怎么样 没事 爹 我见到周芷若 哦 峨梅派也被关在这里了 听说他们都怎么样啊 嗯 爹 跟我们一样 被他遗耀武意志魅力 武功施展得开 看来 咱们六大门派 都被他关在此地 可是 他把六大门派 都关在这儿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苦大师 郑主 这招你不能用 为什么 你金之玉叶之体 怎么可以受伤了 嗯 公主 什么事啊 你看 世子来了 妹妹 哥 你什么时候回大都的 刚到的 娘呢 他不是跟你一起回来啊 哦 还留在上都呢 娘难得回趟娘家 恐怕要多待一阵子 爹让我来找你啊 叫你回去 我才刚出门啊 是七王爷找你 妹妹 恭喜你了 恭喜 恭喜什么 七王爷来家里 正式下聘了 还定下了 无聊 妹妹 我不听我不听 你要去哪儿啊 我不要你管 妹妹 你不回去 我怎么向七王爷 回来 就说我死了 妹妹 没听到 他死了 我不要嫁给炸鸭肚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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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无忌 你是个又飞又呆的大笨蛋 我不要 六叔 我帮你送了两根 不回 六叔 再过半个月你就用得上了 他说你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 无稽 不回妹妹从小就跟我无话不说 她是曾告诉我 她喜欢六叔 她 她真的这么说 她真的这么说 六叔 我是局外人 我不便说什么 如果六叔反对 那趁早直说 免得伤害了不回妹 我只知道 从不回身上我看到了小福的影子 在我受伤的这段时间里 她那么细心 那么有爱心 可是 我们两个年龄差距太大 辈分又悬殊 就算我有益 可是 我们两个年龄差距太大 也会为世俗所不容的 如果六叔不排斥不回妹子 我倒认为顺其自然 倘若真的有这么一天 成了这桩姻缘 那么上代的酬嫌尽数化解 正是大大的美事啊 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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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主 常义春求见 常大哥 属下参见教教主 常大哥快请 教主 查到姓赵的那丫头的行踪了 在哪快说 大都 京城 我没猜错 她果然是朝廷之人啊 是啊 有人看到她压力屁人进城 宋大伯一定在赵明手上 魏父王 杨左使 你们先去准备准备 待我禀报施功之后 立即赶往大都 是 是 喂 伯儿 站在那干什么 还不回去收拾东西 我不走 我要留下来照顾殷留侠 殷留侠的伤已经好了 不需要你照顾 走 杨左使 我认为不回妹妹 不如留在这里 大都是荆棘之地 咱们明教的身份 说不定有性命之忧啊 何况赵明教华多端 难不保什么时候来个阴招 叫咱们防不胜防 我认为不回妹子去的话 就会要咱们多分了一份心 留在武当反而对她好啊 教主开口 杨潇不敢违背 那好 我们这就赶往大都 如果赵明 伤了宋大伯他们一丝一毫 我绝不放过他们 公子 此凡前去大都 天子脚下 所有凶险很难预了 小潮 你身有镣铐 行动不便 我不希望你出事 公子 你想要我留下 你就在武当等我 有不回妹伴着你 你不会无聊的 我们要动身了 那好吧 让小潮送你一程 好 都到半山腰了 小赵 你别送了 现在送了三里又送三里 都到山脚了 公子 我 我不准你送了 越送越远 你不赶快上山 天黑了 就伸手不见五指了 万一你迷路了 出了事 我会良心不安的 好吧 小赵听公子的 公子 你到了大都 会见到赵明吗 说不定会见得到 公子要是见到赵明 可以带我向他求一件事吗 你有什么事求他 我想向他借一片剑 砍断着铁链 否则 我终身便会给绑着 不得自由 好 我会开这个口 不过 我就怕他不肯借宝剑 何况要一直借到这里 那你把我带去啊 我向他借剑 他宝剑一挥 那不就成了 好 你说来说去啊 还不是要跟着我 一起去大都吗 杨佐世 你说咱们 能带他吗 那也无妨啊 教主的衣桌茶水 也得一会儿人服侍 只是小赵带着铁链子 怕会引人注目啊 我会把铁链藏起来 不让人看到啊 杨佐世都帮你说话了 我还会不一语吗 多谢公子 多谢杨佐世 多谢伟父王 我一句话没说啊 你信我干什么 是吗 当心我救病复发 吸你的血 别吓我 上马吧